大家好,我們邀請到育成高中的創校元老之一 然後也是全校第三歲的謝特老師 然後我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你 第一個問題是在求學過程中的小故事 求學中的小故事 這個好像要稍微講一下 不過我還是這樣說啦 我會來育成,然後跟這邊的孩子 我覺得互動還蠻良好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當初我在跟你們同年期考高中的時候 我就沒有考上一個很好的學校 我念的是徐慧中學 那個程度可能目前 育成的還是那一比的話 大概都知道,遠不如育成 所以我是這樣子的環境長大了 所以我很懂,什麼叫做不想念書 什麼叫做明明念的就是沒成功 什麼叫做明明我就很想考好 可是就是考過好好的怎麼辦 所以這些東西我都挺懂的 但最後我成為老師了 於是我幫我以前小時候 一些故事跟各位說 在一開始的時候先提 我當初就是因為國中不太好 所以考上了徐慧中學 在那邊 拼了很久很久很久 終於在大高二的時候 成為第一好班的學生 然後就算我是全校十幾名畢業 我依舊是落榜牛考上大學 在夜間部大學成長 最後慢慢的成為了碩士 應該說大學的時候 就同學啊 就對我比較照顧 我就第一名畢業了 然後就可以念碩士 在我的成長歷程 我認為跟我認識了很多 對育成的學端節畢業很像 就育成大家都是 沒啥認真力會考就考上了 然後考了大學 超努力考的都考得上自己要的 但最後在大學的時候 實現了自己 然後考上了很好的學校 但講的這些拉拉雜雜 可能都會被剪掉了 我說的事情是 你只要要記得一件事 如果喜歡講一段話 就叫做 人生像是一個 一千公尺的跑步 在15歲到18歲 就決定了前100公尺 如果我們是考上 建中北歷女的 跑了95公尺 考上我們育成 跑了80公尺 考上我們許惠 跑了2公尺 但是我後面的900公尺 現在還有資格 坐在這邊跟你們講這些話 我會說 你一定辦得到 只要你沒有停下來 前面有不會的事 你就學 有時候想學 有時候不想學 但我真的說 前面有不會的事情 你就學 那麼 可能就會跟你們說的一樣 365 這是一年 簡單的說 就是1.01的365次方 你把1.01的365次方算一下 叫做37.78 每天 每天進步一點點 一年進步37倍的 對 這個網路上講難了 我就重新再講難一次 但我還是要說 我目標還是要定待 像我那時候 我跟你們同年級的時候 我的目標是 中華國中 後來我的目標是 育成高中 變成育成高中老師 我那時候的目標 那時候的作用名是 弓箭 瞄準 月亮 至少 射中 腦音 中腦音 我都送給你們 大概是這樣子 三分鐘 四分鐘 接下來要請教 最帥的謝德老師 對學生在未來的建議 學生未來建議 我就簡單的說 不 無論多簡單都會很長 你就慢慢聽啊 這一段就被剪掉 給你們的建議 其實還是那一句 未來你們上了大學 講的比較隆重的事情 待會兒再講 我先講第一句 大二以前 不要教男女 領有的 我很有的經驗 大二以前 挺好教男女 以及我們還有女朋友的 小群和男士 第一句 我挺有經驗的 第二句 其實大學大家都可能 都會在期中考 期末考學才會念書 跟我們念一場的家裡 念台大電機系 都會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第一 人際存款 比你想像中的重要許多 不要在大學 把手機滑掉 第一 教授沒有你想像中的會教書 可是你課要去上 二 如果有活動就去參加 甚至可以成為社團的主要幹部 你去辦活動會比念書來得學得更多 三 如果你能夠去打工 就盡量去打工 社會化 是大學生必須要做的事 因為現在的大學生講話太白目了 我看你們先去工作 比較不會出去被人家揍 以上先給你三點 沒跟我講太多就被他們剪掉 好 謝謝 謝謝 實用簡易 接下來是 最後送給畢業生們的一句話 其實我沒想就對了 我小時候的一段作用名 不過我要先想一個前世概念 我小時候因為要念高中的時候 雖然沒考好 可是那時候我很用功 那我為了有數學不會 我去問他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呢 他還是記我代過的老師 我問了他第一題 他教了我這一題 我問了他第二題 他回過頭來說 你問那麼多幹嘛 你以為你考得上高中嗎 對 我那時候被一個老師 嗯 就在那個時候 我心裡想了一句話 把這個狠義成為我的動力 那一句話叫做 我可以輸你一陣子 但我他媽的不會輸你一輩子 不過他媽的一定要剪掉 我從頭再講一次 我可以輸你一陣子 但我絕對不會輸你一輩子 送給你們 加油 謝謝我們謝太老師的 人生實用建議 好 我的採訪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感謝